沒錯 這期視頻不是王國之類 我知道你們很急 但是先別急 讓我先急 我急著錄完視頻趕回海拉魯趙高達呢 王國之類肯定會聊 但他真的急不來 我和玩家都需要更多的時間去體驗 畢竟震驚人 誰救公主啊 所以今天咱們先抽空 聊一下另一個最近我覺得很值得聊的遊戲 《星球大戰 絕地倖存者》 我知道這個遊戲因為優化問題 差點被爆破了 但如果因為幀數問題而錯過了它 其實很可惜 特別是對《星戰迷》來說 《仇山工作室》還是很有東西的 所以幀數問題我們放在最後聊 它的前作《殞落的武士團》 打破了Gamker不聊EA遊戲的傳統 原因無外乎幾點 首先 純單機不聯網 純單機不聯網對EA來說已經是優點了 然後是《星球大戰》 《絕地光劍》和《重申工作室》 這三點就是紮紮實實的吸引了我 所以四年前我給它很積極的評價 但《殞落的武士團》顯然並不完美 比如略顯單調的戰鬥 平級的探索獎勵 腦人的解謎 考驗腦容量的任路環節 還有《逢何怪》這個不怎麼動聽的玩法標籤 第二代《幸存者》對以上問題幾乎挨個做出了回應 有些是很直觀的改善和補充 但有些改動又和大家想像的有點不一樣 全宇宙的環節各位好 我是聶俊 如果你沒有玩過前作 那《光劍打且》會是一個比較直觀的總結 這個設定放在《星球大戰》上還是合情合理的 畢竟電影裡就是乒乓乓彈來彈去的打法嘛 所以雖說和《之狼》是同年發售 但我並不感覺是製作組故意模仿的 而且它跟《之狼》同年發售 就證明了它是幾年前就訂下了戰鬥系統 那就更不可能模仿還沒公佈的《之狼》了 不過系統上 這個系列確實搭載了經典的魂式事件套 做篝火 回血瓶 刷敵人 找捷徑 再加上2019年那個男人拿到了他人生中第一個年度遊戲 一時間大家的情緒都很高漲 所以把《殞落的武士團》叫做《魂類遊戲》 很符合當時的老賊文化 但我其實一直覺得這個說法有點模糊 不是說一代不類魂 只不過這個味道真的沒有大家調侃的那麼濃 更多只是形式上的借鑒 實際玩起來體驗一分為四 一份是解謎 一份是劇情 一份是迷路 剩下的一份才是所謂的魂類 所以玩家才會說他的縫合 這個問題四年前我們就吐槽過了 只不過當時我也只是覺得重生是第一次做吧 拿捏不住精髓也很正常 但我當時也以為續作會繼續在魂上做文章 然而《犧牲者》似乎給出了不一樣的答案 他的魂味又變淡了 重生並沒有在戰鬥系統上搞研究 戰鬥部分的佔比甚至有所下降 同時探索 解謎和劇情又得到了全面的強化 遊戲的調性因此產生了微妙的化學反應 關卡設計的重要性被抬高了 敵人更像是服務關卡的調味料 傳統銀河惡魔城的韻味一下子就飄了出來 那舉個例子 在魂遊戲里 當玩家看到一個場景 會期待裡面究竟有什麼樣的敵人 陷阱惡不惡心 BOSS帥不帥 但在細存哲理 玩家會考慮的則是 這個謎題怎麼解 這個平台怎麼跳 能不能發現隱藏的道路 為什麼這個綠門不讓過 這個機關現在能否解開等等 對吧 這就很有銀河惡魔城的感覺 而且還是個好萊塢大片化的銀河城 劇情和電影感 等我再聊聊 但為了強化這個銀河城的體驗 重生這次打造了一個超級複雜的核心星球 寇博 寇博是一個半開放世界的地圖 規模遠超遊戲中任何一個星球 幾乎佔據了遊戲近半的資源 那第一次來到這裡時 它的巨大甚至讓我有點迷茫 流程里玩家會多次回到寇博 每一次回來 能去的地方都會變得更多更複雜 地圖不斷拓展 秘密越來越多 解鎖坐騎 上天入地 直到最後變成一個綜合性的銀河城樂園 並且這次卡爾在寇博有了自己的據點 一個小城鎮 而不再是上代只能把小小的飛船當成據點 流程里遇到的NBC很多都會匯聚到這個城鎮據點 也是大部分收集要素的最終匯集地 我們可以用礦石給自己換身行頭 聽謝老闆講他死長的故事 盯著魚缸觀摩找到的外星魚類 在房頂打造花園 在酒吧制定一歌曲 為了獎勵和朋友來盤 心戰之手棋 又或者向賞金獵人領取任務 擊敗隱藏敵人 這些額外的內容每一項的背後 都對應著地圖裡的一種探索獎勵 聽起來很多是吧 但是你實際能找到的秘密 其實要比這些還多得多 而這個小鎮據點雖然規模不大 但是我覺得非常重要 要知道這可是星戰的IP 星戰系列最厲害的是什麼 並不是絕地光劍 我是你爸爸之類的 畢竟當年星戰第一部那個時代 拍出來的光劍特效和光劍打鬥並不好看 星戰真正讓人們著迷的是它銀河尺度的世界觀 它豐富的多星球的複合文明 多種多樣的物種各式各樣的傳統文化 而這龐大完整的世界觀 卻因為大多星戰遊戲都是過關動作遊戲 很少會出現城鎮 而很少被展現出來 也只有早期BioWare的兩部RPG和一款網路遊戲 又出現過城鎮 但那時候技術有限 也很難把星戰的世界背景表現得栩栩無三 在電影裡面 不管是OB-1 在城鎮裡見到了主角盧克 還是幾十年前葵鋼帶著年輕的OB-1 在城鎮裡見到了那個改變星戰劇情走向的 Anarchy 又或者這幾年衍生劇曼達洛人 曼達在城鎮裡和視頻的各種互動 這大多故事的開頭都是小城鎮裡發生的 每個星球面貌不異的小城鎮 在星戰系列裡擅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它既代表著星戰裡的英雄 都來自小城鎮的小人物 也描述著星際科技之發達 人們能夠散佈在各個星球 更述說了 不管科技再發達 在邊緣星球的人們也過得不是那麼舒適 科技和資源仍然不公平 每次看電影 主角降落到一個星星球 星城鎮 新的風貌和生態的一丁點展現 我都看得津津有味 特別是主角還是絕地武士 在城鎮裡多裝逼 如此重要 如此適合做成RPG的現成的設定 卻鮮少出現在遊戲裡 這一直讓我非常遺憾 終於來重申工作室把它做出來了 雖然規模小了點 但還是很有那種感覺的 然後圍繞城鎮所一點展現出來的寇薄的生態 就顯得更加真實可信 再說回關卡 不得不說 重申的關卡設計真的是很頂 他們還是很了解玩家的爽點 而熟悉的跑酷元素又加強了 那卡爾的機動能力 史詩級的升級了 就不要說後期各種衝刺飛行 單就給他一面牆 左腳蹬右腳他就能原地升天 不愧是慶祝於藍的原地大師 合理 很合理 這OB-1要是能夠有這種攀高的能力 那絕對是星戰世界的戰力巔峰 再配合出色的手感 真就是玩起來就不想停 爬牆 勾索 衝刺 二段跳 解開一個小謎題 穿插一點劇情演出 然後繼續一邊和隊友插個打魂 一邊征服眼前壯美的星際奇觀 莫名的有種在玩任天堂遊戲的歡樂 個人感覺要比前作好玩不少 關鍵這種特別偏向於玩法的設計 並沒有影響遊戲畫面的美學 星戰該有的宏偉 它是一點都沒有落下 而隱藏在這些場景之下 是本作海量可探索的內容 幾乎五步一小長 四步一大長 既有大量考驗觀察力和遊戲直覺的盲區 也不乏和場景二合為一的隱藏謎題 只要玩家願意找 雪瓶上線 傳奇敵人 特殊寶箱 挑戰任務 原力精華等等諸多獎勵 總能對玩家的期待做出回應 大家完全可以期待下主線以外的遭遇 在傑德哈的沙漠里 破解探索者之墓的秘密 在地圖上的雞腳嘎啦 發現一個數值操彈的強敵 在群山之中 踏進神秘的絕地密室 也許你的下一個寶藏就藏在某個電腦終端 某個野外建築 某個可疑的高台 又或者在某戶人家的地下室里 在我看來 體驗關卡和發現秘密的過程 是本作最大的魅力 我是真的樂在其中 比戰鬥給我的樂趣還要更大 而這只是還是扣勃這一個星球 遊戲一共有五大星球 雖然其他幾個規模較小 但在同樣的水準的設計下 風格卻大不相同 讓遊戲的體驗非常豐富 不過問題也不是沒有 比如很多重點升級都藏得太隱蔽了 但又不是誰都喜歡舔圖 這卻讓遊戲的難度體驗有點不一致 有些人早就笨小康了 有些人還在為血瓶太少而發愁 我覺得重生在關乎爵士成長的重要收集上 分配的還是有點不合理 但瑕不言喻 重生的地圖設計功力 已經很接近老人的水平了 我很高興重生工作室沒有選擇更像魂類靠近 而是選擇偏精緻的銀河惡魔城 銀河城類本身就比較缺少一線的IP大作 重生走這條路 感覺更適合星戰這個IP 我得知現在已經開始準備第三部了 我希望第三部能夠有更大規模更完整生態的城鎮 讓玩家感受一個絕地大師 在魚龍混雜的城鎮里過關斬將的體驗 雖然剛才說星戰系列一開始 讓觀眾震撼的是其龐大複雜的世界觀 但對我來說一開始吸引我的就是光劍 因為年齡問題 我沒有經歷過星戰正傳三部曲 我第一次看星戰就是前傳一 美影危機 那已經是1999年的事情了 那時候的電影工業已經很先進了 拍攝出來的光劍打鬥已經很炫酷了 對13歲的小男孩來說 不對電影里的光劍痴迷幾乎不可能 特別是達斯摩爾對戰的OB1師徒的橋段 那帥豹的紅色雙刃劍一出來我就知道 我是注定要堕入黑暗面了 所以與其說我是星戰迷 更應該說我是光劍迷 也是因為迷戀光劍我才去練習劍道 儘管後來發現真實的劍道打起來根本不像光劍那麼炫酷 但也練到了至今十多年了 上一代我就吐槽過 光劍的佔比還是不夠 光劍的戰鬥風格也還不夠多 但這一代重生就滿足了我的大部分的期望 我有一個好朋友在重生裏做美術大佬 他就開玩笑的說 重生是看了我上一代的視頻 那這一代加入了更多的光劍內容 雖然我們確實會有很多遊戲開發主有溝通 但我朋友應該只是開個玩笑 應該是很多玩家有同樣的反饋 加上重生內部也有很多光劍迷 畢竟誰不喜歡光污染嘛 所以我們說為《煽動系統》 首先好消息是 這一作終於在前代的基礎上 對可憐巴巴的敵人種類進行了擴展 而壞消息是 擴展之後好像也不是很多 只能說《星戰》這個題材做敵人 越是尊重原作就越不好發揮 打來打去埃照的主力軍 永遠都是白兵 黑兵和B系機器人 影視作品里面他們是經典的 但放遊戲里一直打就難免會有點審美疲勞 後期都有點我們顯文案那個位了 幾句話翻來覆去排列組合 我怎麼自爆了 但是戰鬥形態的增加 就滿足了我們對光劍劍術的各種想像 哎 關於劍術我就有話說了 遊戲里除了前作就有的單劍和雙刃劍 這次雙劍也實裝成了獨立的模式 主打壹個靈活瓦巴拳 電光火勢噼里啪啦的 我和敵人必須得晃下壹個 眾所周知 電腦有了光污染性能就提升壹倍 那對絕地來說 肯定是多壹根光管就搶壹倍嘛 但雙劍在電影《九部曲》裏面出現的很少 讓人有印象的也就只有前傳二里 Anakin對《杜庫公爵》那十秒不到的雙劍鏡頭 那時候就覺得帥爆了 結果正傳就再也沒有出現雙劍了 這傢伙不算啊 後來《衍生》作品裏的阿索卡之所以人氣超高 也有很大原因是他用上了雙劍 雖然之前的《星戰》遊戲裏也有雙劍出現 《絕地學院》和《原力覺醒》裏都有 但是遊戲品質嘛 就嗯 這次終於是重生做的雙劍了 就是跟之前的不一樣 雙劍的快速 靈活 連續不斷的打擊 這些特點別的有雙刀流的遊戲裏也都有 但重生少有的在雙劍裏面做了受擊反擊系統 注意 不是基礎系統的完美防禦 而是獨立的受擊反擊 這就很有意思了 也就是主動擺出了 彷彿全身都寫著你過來啊的受擊反擊姿勢 這個系統的加入就讓它的雙劍戰鬥 和其他遊戲的雙刀流一味的追求快和流暢 有了點不一樣 而是更注重快慢的節奏切換 因為雙劍雖然快 但快就意味著節奏穩定嘛 那容易被對方防反 而雙劍的防禦又比較弱 很容易被人打崩 所以就需要慢速的受擊反擊 來打破節奏和控制防禦主動性 我之所以覺得這個有意思是因為 現實中的劍道裏的二刀流就是這樣的打法 二刀並不是很多人或者遊戲裏想像的那樣 速度超級快 攻擊頻率密集 其實很難的 因為就算是兩把刀都比較短和輕 但依然是兩把刀 同時揮舞起來特別的累 很容易自己就淚絕 然後露出更大破綻 所以現實中 用雙刀的人 並不是精力王子那樣的免結型 相反往往都是大力士 能夠輕鬆的單手各揮一把刀 我的力氣算是比一般人大不少的 身邊的朋友都是被我力量碾壓的 但我仍然不敢練習二刀流 對那些用二刀的劍士來說 我就是個弟弟 但即便力氣大 連續揮動還是會很累的 所以真實的二刀流是快慢切換的 所以與其說二劍 雙刀的特色是快 更準確的說 應該是鬼 詭異的鬼 而重生做的這個雙劍 就第一次給到了我鬼的感覺 如果玩家因為覺得雙劍攻擊密集而一味的進攻 也不是不行 但打起來反而會很辛苦 因為敵人很容易就把自己給防奔了 而且連續的攻擊會讓自己沒有多餘的精力 防禦和躲避對方的大招 所以要結合授擊反擊 詭異多端才能打出好看的輸出 接著 如果你不喜歡花莉胡哨的劍法 那本作也增加了堪比大劍的十字劍 又一個我四年前的吐槽被加進去了 這個形態 低速 高傷 範圍大 能放波 宣熱能力突出 玩的就是蹭一刀 算一刀 蹭刀一刀再探一刀的哲學十變 這也是我個人最喜歡最常用的形態 因為這個形態就更像劍道裡面的一刀的打法 四大力城 講究時機 比電影裡帥氣的光劍的打法要更接近真實 我不知道新戰鬥系統設計的人是誰 但我覺得他應該是有了解和借鑑真實的劍道和兵機 畢竟最古老的新戰一 那呆版的光劍戰鬥 其實就是完全參考劍道的 老年OB-1和達斯維達對峙時 兩把劍互相指著對方的中線 還用劍前進試探 並撥開對方的劍 保持合適的距離 根本就是劍道中中斷對弓一模一樣 但這樣的打鬥 畢竟不好看嘛 後來才慢慢發展成舞蹈般帥氣的風格 和七種戰型等設定 那順帶一提 新戰線裡那麼喜歡 砍手 我覺得很大程度也和早期參考劍道有關的 因為劍道裡面 高手們是真的喜歡砍手啊 不過以上兩個形態 和下面這位比起來 哈哈 還是有點不夠特別啊 沒錯 它就是雜兵的摯愛 新戰的第二靈魂 總是被絕地武士遺忘在角落的高靈花 爆能槍 但縱觀新戰所有的電影和野生劇加漫畫 我好像還沒見過絕地武士用槍的 可能是我看的野生劇不夠全吧 有知道的提醒一下 但那些沒有成為絕地之前用槍的不算啊 遊戲里 反正我是首次見到絕地用槍的 還是槍和劍一起用 大是味道 時代變了 說實話 我不知道這個設定是誰下決策的 重申工作室應該沒有這個權力 做出這麼大的設定上的變動 應該要經過盧卡斯工作室 甚至是迪士尼的同意 甚至可能是迪士尼本身的決定 如果這是迪士尼的決定 那就很有可能是給《未來新戰》系列的劇情 走向埋下了伏笔 或許過幾天我們可以請我在重申的朋友連線聊聊 問問他關於劇情的決定權方面的事情 那這裡有個小細節 大家都知道光劍揮起來的音效是嗡嗡嗡的嘛 正好PS5線性馬達的震動特性也是嗡嗡嗡的 所以用PS5手柄玩信存者 手柄的震動真的會有種揮舞光劍的質感 再配合上手柄的聲音 仿佛每一下揮動都能反归出來 很神奇 如果有條件 我就非常推薦用PS5手柄玩這個遊戲 代入感特別好 另外不同形態之間光劍切換的動作 也真的非常帥氣 而且合理又流暢 五種形態兩兩切換就20個動作了 每個形態還有戰力下的初劍收劍 奔跑時的初劍收劍 所以全部初劍收劍的形態切換的動作 就高達40多個動作 而且每一個都特別帥氣 可見製作組在光劍這塊真的是用心了 除了不同風格的光劍形態 本作的自定義也是大大加強了 這次不光是光劍的顏色和部件可以替換 就連爆能槍的樣式 BD的身體 顏色 材質 甚至卡爾自己的髮型 胡鬚 服裝 也成為了可收集要素 其中不少設計來自於星戰系列的經典角色 有意湊湊也算是半個Cosplay了 一舉突破的前代中 只能給特別顯胖的披風和唐牙號換色的偷懶設計 當然我最喜歡的還是光劍的自定義 零件分的很細緻 每個部位都可以更換樣式 甚至能夠選擇做舊戰損的程度 加上不同形態的組合 然後關掉UI 放大慢慢品鉛 這對我這種焦牢來說實在太無法抵抗了 這也非常的表達出 設定裏面 每個絕地的光劍都是自己製作的設定 遊戲通關後解鎖的新遊戲Plus裏 甚至還會開放紅色光劍和霓虹光劍 那我終於可以倒入黑暗面了 和我一樣把紅色光劍當本命的小夥伴舉個手 只是我個人依然不太喜歡大件形態下 十字護手光劍的造型 而我覺得光劍有十字護手的設定挺傻的 來這裡互動一波 不喜歡十字護手光劍的扣1 喜歡的扣2 總的來說 我是比較認可本作玩法上的改變 揚長臂短 既然戰鬥做的不是特別好 那就不要非要去強調深度 多幾個風格 讓玩家換著畫樣耍也挺爽的 前作我吐槽它容易迷路 謎題的邊界感不強 那這一代 遊戲就改善了主線的場景引導 謎題設計也更加精緻了 不但少了很多誤解 還不乏一些巧思 長度控制的也不錯 玩起來不讓人厭煩 雖然大地圖多少還是有點迷路 但是遊戲大幅增加了捷徑的數量 防止玩家繞遠路 避免重複戰鬥 萬眾期待的傳送功能也終於實裝了 大幅強化的關卡設計 將重生的優勢領域放大 突出一個跑得爽 找得歡 前作收集獎勵匮乏 這次直接給公子味道飽 什麼外觀 技能 道具全部搞了 為了鼓勵探索 本作還新增了個類似護符的特殊技系統 獲得方式不固定 分散在各種收集途徑里 能不定拿到一個也是格外的開心 整個遊戲可以說是針對前作的問題 有策略的做出了改善 遊戲體驗也因此更加統一 玩起來不再有前代那麼強的縫合感了 而且倖存者現在的定位無感節約更加適合重生 市面上強調關卡和銀河層框架的3A遊戲本來就不多 這個方向的確值得繼續探索 而這個形態也是我至今見過的認為 最適合《星戰》這個IP的 上一代的視頻里 我們對續作最擔心的因素 並不是重生工作室本身 而是EA 哈哈 我們當時說 往往EA越是重視的項目 結果往往就越容易出問題 而上一代優秀的市場表現 EA可能會很重視續作 結果好像被我一語成稱了 這一代EA確實非常重視 這既帶來了好處 也帶來了壞處 先說壞處 那就是優化問題 事實上這個遊戲的優化差 並不是那種程序技術力很糟糕的差 不像早期的2077 又是BUG 又是功能不完整 畢竟重生工作室的功力還是在的嘛 遊戲里的惡性BUG並不多 除了幀數 很少會遇到影響遊戲完整體驗的問題 而幀數問題是很規律的 只有在寇博這樣的半開放世界大地圖的時候 才會開始掉幀 而到了小規模的場景觀察里 幀數就穩定流暢了不少 所以很明顯 這不是沒能力 這就是根本沒時間優化 本身Unreal 4引擎就不是很適合開放世界大地圖 重生還把第二代的畫面品質又提升了不少 PS5版甚至強制打開了光追 確實讓很多場景美輪美奮 但也讓幀數和分辨率雙人跳水 但這東西嘛 它是可以捨取的呀 特別是在PS5上 就算要強制開光追 也可以調整光追的效果 地圖的可視距離 陰影的渲染距離等等 來達到一個幀數和美數的平衡點 遊戲主機固定的硬件環境 就是可以拿來精雕細琢蜘蛛必交的嘛 但這些都需要時間 而EA卻沒有給出時間匆匆發售了 其實我有點看不懂EA 5月份發售 選擇跟王國之類硬剛是非常危險的決策 要麼你再找幾個月嘛 要麼就再玩幾個月 這就比王國之類早個十幾天 很多一個月只買一款遊戲的人 是根本這個月是不會考慮的 而且熱度 流量 沒幾天就被林克全網霸佔了 就顯得好像我們這個時候做這個遊戲的視頻 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那我覺得EA並不是真的那麼自信 而是不得已又得配合公司的財務報表之類的 重申過去的遊戲優化一直都很好 所以我們覺得這次優化的鍋 得EA來背 說起來 泰坦殞落2也是EA搞砸的 但EA的重視也帶來很多好處 首先是開發規模提高了 公司的開發人員編制多了很多 我的朋友就是擴編被召進去的 同時遊戲項目組的話語圈 遊戲的規模 對未來的規劃等等 也都提高了一個級別 才會出現視頻上面說的那些強化 而更顯著的是 遊戲的劇情和演出的水準 也大大提高了 上一代的劇情和演出 多少對我的感覺只是星戰系列一個小小的分支 但這一次的劇情就有很多與正傳接壤的感覺了 包括《絕地第一次用槍》這種設定 都讓人感覺會改變星戰接下來的這種像 同時整個遊戲的演出效果和劇情的起承轉合 也更像是一部精彩的好萊塢大片 說真的 我覺得比《星星戰》的三部曲要好看多了 而這些劇情研究上的規格提高 必然要和迪士尼有更緊密深度的溝通配合 這也是項目受重視才能獲得的結果 所以《星戰》的電影雖然暫時結束了 《星戰》的野生劇雖然品質稱之不齊 特別是OB1的野生劇看完讓人尬到掉雞皮 但是我很驚喜的發現 《重生》竟然用遊戲 再現了《星戰》正傳系列的精彩 這既是《重生》實力的再次展現 也是EA對這個系列重視下來的不錯的結果 只是希望EA能吸取這次的教訓 以後給到《重生》更多的優化時間 當然在這之前 趕緊多發幾個補丁 優化下這款遊戲吧 好 各位朋友在 我是聶俊 我們下期再見